江北到江东 出烟梯几家愁 悠悠天地风雨树光阴 请灯照千里 烟耳百转几朵枪 请风声起灵爱吹搜木兰堪 你爱是春悄悄的爱 这一生春风花雨 夜你闪亮的光芒 你沉默却当起尘埃 生而百年曾经沧海 成为一幻夜 江北到江东 出烟梯几家愁 悠悠天地风雨树光阴 心灯照千里 烟耳百转几朵枪 请风声起灵爱吹搜木兰堪 孙子 准入温董 都白黄 回照边疆 山小水小人满温 丁住我 满街里白家 村方 快把你都拉开 队长 这牛发情那拉不住啊 村方 你哥得手下留情 这是咱队的肿牛 给你发发射心 干活 干活发情 这叫耍流氓 快快快 看啥呢 看啥 小红 小红 怎么了 小红 晕倒了 小红 怎么回事 小红 咋回事 小红 咋回事 小红 小红 咋回事 去去去 把白鸽叫来 快 好 好 小红 掐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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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人中啊 掐人中 掐人中 白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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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小猴子 什么 不是 是 孕死过去了 刘长叫来干活去救他 在哪儿啊 在田里 走 等一下 你到处干啥 能治病 走 白鸽 白鸽 快点 快点 小红 小红 白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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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看他 快看他 小红 小红 白鸽 小红突然就晕了 没事 小红就是中暑了 没事 你们忙你们的吧 干活去吧 干活去吧 快走 快走 该干吗 干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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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鸽 小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阴运量也不大啊 怎么突然就晕了 你不知道啊 那小红有了 有了 有 有什么了 都三个月 撒月 撒月 什么 建华 建华 怎么办啊 来来来 给你搞个地管 别哭啊 要是 要是暴露了怎么办啊 建华 你们现在 想到什么主意了吗 主意我倒想到一个 什么 坦白从宽啊 什么 坦白从宽 这是什么主意啊 小红现在情绪本来就不稳定 你要是弄得满真风雨的 对他和肚子里的孩子 影响都不好 那能怎么办哪 那我倒想结婚呢 可现在像我们俩这种情况 那大队根本不给开证明啊 要我说 只能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 不遗憾了 我跟你讲 兜下 等下 走 躺下 躺下哪儿 没人 这儿是这儿 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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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队长 队长 你来得正好 小红病了 怎么了 小红 你怎么起来了 小红 你还发着烧呢 得啥病了 队长 小红 小红得的是肺结核 啥子 肺结核 我 我看看 烧不烧 队长 你不能过来 肺结核是会传染的 传染 传染 快让大 你烧得你还不行啊 队长 你快出去 队长 你快出去 传染 把队伍上 快快快 快 他在把队伍上 大哥送信医院哪 不行 队长 小红现在身体太虚弱了 咳嗽不止 她经不起折腾 那 那怎么办 这样 队长 先把小红隔离起来 我用中药给她治病 你 你能给她治好吗 队长 我这么多年医白学了 我怎么说也算是个赤脚医生吧 现在该是我大贤身手的时候了 行 你要能把她治好了 我给你请公 没事 队长 先治好了再说 石英 建华 你们俩先把夏小红 抬到后山的破庙去 队长 咱们的女生宿舍需要全面消毒 是 这 咋就搞的呢 谁是领导 快快快 咱们去 咱们这需要消毒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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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去 咱们需要消毒 消毒 白哥 你给她治病 她不会传染你啊 没事 你放心吧 我懂医 我不会的 我去 石英 留身脚笔啊 快点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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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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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被传染 白哥 这里面条件那么差 你们俩能住吗 石英 那 其实小红她 白哥 感谢你 为我们全体知青做出的 这个贡献和牺牲 这地方确实挺艰苦的 也难为你 小红的病就全靠你一个人了 好 为了小红的健康 为了全体知青的健康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能克服的 放心吧 好 这样吧 刚才我出来得及 忘拿水桶了 你回农场 帮我拿两个水桶 再打凉桶水过来 我要给小红洗洗衣服 好 凉袋水啊 等会儿啊 马上来 快点啊 快点 小红啊 那我连石英也不告诉我啊 她以后要是知道了 会不会怪我呀 白哥 石英现在是对立的组长 前途无量 万一以后这事出了什么纰漏 那你会连累她的 白哥 咱们真的能瞒得过去吗 暂时先满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 但是接下来的事还得想办法 可那有什么办法啊 让建华先回家 办好回程手续 然后再来接你回去 她出身不好 又没有关系 咋办回程手续啊 人托人能登天 只要用心 没有过不去的坎 谁啊 白哥 小红 你崔峰怎么来了 崔峰 你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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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小红不行吗 你别进来 会传染的 你怎么来了 白哥 你听我说啊 我认真想了想 夏小红 我必须要关心 是这样啊 崔峰 咱们知情之间 互相关心是对的 但是你现在的关心有点 不是时候 咋不是时候 你想想啊 第一 小红得的是传染病 我怕你被传染 第二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红跟李建华的关系 你这么主动 你让李建华怎么想啊 你这不是添乱吗 我不管他怎么想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是真心的 我对夏小红是真心的 她病成这样 我就不能不管 好好好 崔峰 崔峰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 你要是真心问小红好 你就让她安心养病 你怎么不希望看到小红的病 越来越重吧 你怎么不希望看到小红的病 大伙儿注意了啊 计划生育小组的同志们 你们要注意了 今天晚上吃完晚饭 进行 到队部来开会 一定要准时的 队长 怎么 他们两个都给安排好了 都弄妥了 宿舍也消毒了 队长 但是从我之前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啥事 我想请个短假回家一下 扯球带你这五一刚回去 怎么又想回去啊 那昨天吃的饭 今天还得再吃呢 我爸老毛病犯了 我得回去照顾一下 您说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 万一他有个三名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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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胡了 你爸那老毛病 那一时半会死不了 队长 您这话怎么这么说呢 您说您作为一个老同志 还有没有点接激感情 您有事说吧 还嫁您批不批吧 这个 我确实不能理 您不批我也得说 你敢 你呀 把它看好了 我 全部不能理 好 搞瘾了你 我还是毛主席的工农兵呢 队长 我去说说他啊 别生气 别生气 等等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干吗这么着急回去啊 你爸真病了 这还有假 我还能骗你啊 电报呢 没电报你不能走 严格地说是加急电报 必须说明你父亲的病菌危急 我说你是不是哥们儿啊 关键时候你捣什么乱啊 反正我要走你拦不住我 那你试试 那就试试 俊吕 师兄 又去破庙子了 你是担心夏小红啊 还是担心白鸽啊 我谁都担心 你管着吗 那我 我那是想帮你呢 你想帮我啊 那我给你派个任务 啥任务啊 李建华想回城 队长没批 可他坚持非要回去 队长让我看着他 这种事我也不在行 要不你去吧 看着李建华 对啊 好啊 我保证他跑不了 你 真好看 怎么还买两个呀 万一有一个玩儿坏了呢 瞧瞧这个是什么 这么多呀 怎么看那么眼熟啊 这 不是你床单吗 连我们宿舍的窗篮 都让我给捡了 你真行 这童死妙 必须得多备点 就接好了 备多了也不够坏 都给你留着 小红 这也是给你的 大枣啊 瞧瞧 还多着呢 甜的 你咳劲吃 小红 我这回回去 一定尽快回来 把我们的事落实好 回来我们就结婚 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爸 我妈一定会同意的 占多大便宜 突然就多了一个孙子 那他你老高兴了 等回去 直接搬到我们家里去 搬到我那屋 把我们家房子大 粮食一厅的 我妈做菜好吃 生孩子 作业子 都在我们家里头 我妈一定会给你 照顾得好好的 姐华 你放心 我会对你妈好的 我也会对你好的 能把你娶回家 我得多幸福 让我听听有没有动静 哎呀 才三个月 还没长手没长脚嘛 三个月怎么了 你那么大反应 他肯定有动静 我听说 讨厌 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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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芳 崔芳来了 建华快出来 崔芳来了 崔芳来了 你干吗呀 你到这儿干吗 你干吗呀 你到这儿干吗 看什么呢 看 你问我呢 我还问你呢 石英说了让我看着你 这下小龙不是得了传染病吗 你刚才怎么从里面出来了 我从里面出来怎么了 革命同志有病了 需要照顾 需要关心 明白吗 你不是怕死吗 怕死离这儿远点 别染一身病 我走了 你都 你不是看着我吗 看着我还在这儿傻愣着干吗 走啊 走啊 别让你看着我呢 不是吃鹰吗 快走吧 那你还是吃鹰吗 可以 你自己看着什么 你好像不知道 你还是会这样的 还挺уйте 我可以 老婆 是 走 我 不是 你 有 你 我 都 你 你 你干嘛去 你有毛病吧你 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去 我也去 你又不想去吗 那我也不去 你干嘛去 管个头吗 我给白哥们送水去 管的还挺多 我也去 来 你来了 快点快 快快 来 我来了 交给我的 好嘞 怎么了 怎么了 点火 往下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有点肿 好像有点肿 你看 这么严重啊 有点肿 那 那你肯定是挑不了水了 都怪我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 哎 哎呀 崔放 崔放 你看建华脚崴了 挑不了水了 脚崴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崔放 大家都是知青 你看你就帮不忙呗 白哥 别求他 我青山不下火线 我就算全里一条腿 这缸里的水也是我自己一人充满的 用着它 你别这样 白哥 白哥 我刚才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走到了这里 所以夏小洪的事就是我的事 交给我 看着了吗 我连扁分都用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牵着呢 你怎么办 挺着点力建华 不得着它跑 不能再跑 你看它脚腰摆成那样了 怎么了 好了 什么 行了 行了 你赶紧去吧 我帮你看着它 我怎么统成那样的 你趁着崔放去吊睡了 赶快从后门走吧 好 好 好 我再看一下小洪去 来 晓鸥 那我去先走了 你一定要保重好自己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尽快尽快 把你和宝宝都借走 你放心 我好好的等你回来 保重好自己 金黄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 来 好好的保重 好好保重 想溜 没一门 崔王 咱都是知青 你别跟我过不去 我可是点儿上派下来的 我得对组织负责 少往脸上贴金 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你不是就要给刘大炮赔马屁吗 你说谁赔马屁呢 你 行 随你怎么说 反正今天啊 你休想走 我告诉你 我崔方 绝对不会往后退半步 不然我就不姓崔 好狗不挡道 我数三个处 你要再不敞开我对你不客气 说 一 三 你跑 给我松开 我不能走 你慢点 你跑不去 你跑 我不得来 你跑不去 你跑不去 你 你 给我松开 我不能走 你慢点 你进哪儿 你 你 你跑不了 快 松开我 你绝对不能让你跑 放开 你们俩干什么 别打 松开啊 白鸣 你来得正好 我这点上派来的 李建华要跑 你赶紧把我给他抓住啊 好的 别伤着你 快走 你给你瞅着准了 你打 娘 你快走 快走 你打呀你 打呀 我抽出来 打 打呀 你打呀你 我抽出来 打 打呀你 抽出来 打 打 打 娘 打 白鸣 你打错 建华 快走 我放心了 我走了 队长 队长 谁啊 啥事 队长 啥 大早的 啥事 李建华回城了 啥 回城了 对 这小子搞邪了真 把你抓回来 追追追 要不是白哥打了我一棍子 他肯定跑不了 白哥有病啊 他打你干吗 我哪知道啊 我都说了我是公派的 他爱驾走 没准 他俩就是一伙的 你别满嘴放炮 他俩能是一伙的吗 那怎么不可能啊 说啥呢 快追 快追追 快 师傅 师傅 我搭搭搭一段 好 师傅 快点啊 我有急事 在那儿呢 快追 快点 快点 李建华 你别跑 别跑 你混蛋 你终于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收拾你 不想话 什么搞的吗 这是 白哥 白哥 你出来 队长 怎么啦 你说老实话 李建华回城干什么去了 建华回城了 我不知道啊 你别装糊涂了 崔芳说 是你掩护他逃跑的 你还打了他一门棍 你说 你们有什么事 瞒着我了 你别装糊涂了 我哪有事瞒着您哪 我想起来了 昨天啊 我跟建华说 有一种药叫雷米蜂 对治疗肺结核有好处 他可能回城买药去了吧 这就的 这知青点闹 这传染病 他 他一个知青 古怪 怎么能随便离开感危呢 这无足之无际的吗 知青点的传染病 我能控制 只要严格执行 隔离措施 我向您保证 不会再有 知青传染上肺结核的 你凭什么保证啊 你又不是医生 充其量就是个赤脚的 说啥呢 开放 这什么态度 穿鞋的是医生 赤脚的就不是医生了 要我说 赤脚医生更好 结晶感情更深 白哥呀 我支持你 你好好看 是吧 不过丑话说前面 如果知青点再有个病员 不是我找你麻烦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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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您就这么走了 队长 白哥 我问你 剑花回生到底干吗去了 你就别问了 这事情已经够乱的了 回头有时间 我给你解释清楚 谁呀 队长 我来了 来了来了 你要小心点啊 别小红好了 你被穿染了 不会的 你放心吧 快走吧 师兄 来了来了 队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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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哎哟 建华 你以后回来啊 别老给我们搞突然袭击啊 提前跟爸妈打个招呼 我们也好准备一下 你瞧这跟肚猴似的 跟妈说说 这回回来是请假呀 还是公干呢 请假回来的 建华 我和你妈都挺好的 就我这点病啊 我自己知道 爸 我这回不有点急事吗 有啥事啊 怎么了 爸 爸 我在农场谈那个对象 那这是好事 你先别说啊 老妈猜猜 肯定是白鸽那丫头 你们两个小时候 订过姚岚清 妈 不是白鸽 这跟白鸽有什么关系 谁呀 是夏小洪 夏小洪 妈要没记错的话 你跟我提过这孩子 这丫头家是不是外地的 对啊 建华 现在那插队知青啊 都讲究回城呢 爸 你要是跟他结了婚 你们将来回城就有问题了 对吧 你真打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那能办回城就在城里办婚礼 那要办不了 那叫他农场办呗 不行 爸 这是什么不行的呀 现在都恋爱自由了 你还老管着我 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想娶他 好好好 秦华 你现在年轻 你不能太冲动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咱们远了不说 你要跟他结了婚 你一个人先回城了 那将来有了孩子呢 那孩子到底上农村户口 还是上城市户口啊 读书的问题一大堆事呢 那就上农村户口呗 怎么了 那农村的孩子 这不也照样上学吗 你才胡言 我看啊 你还想飞上天了你 好 今天我跟你爸也表明个态度 我们两个 是坚决不同意你娶夏小红 那今天我也表个态度 我这辈子 非夏小红不娶 乔宜 皇子 来了来来来来来 坐 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坐 这给您带着点去 来就来带什么东西 我给您倒杯水去 别别别 我喝完水来了 不渴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八子 什么时候从农场回来的 回来有几天了 舅舅 其实我这回来 主要是要来办个事 还得请您帮帮忙 有什么事 尽管说 凡是舅舅能办到的 没问题 还是回程的事 您看 我下乡都四年多了 再说我爸老得病 我妈一人照顾着 太辛苦 我也心疼 我想着赶紧回来帮帮我妈 也照顾照顾我爸 回程的事啊 舅舅办不了 你看 舅舅我就是搞地番制的 什么都管不了 就管这些书了 舅舅 那我回来办这件事 主要是指着您的 您要我帮不上忙 那我可真没招了 我想起来了 上次啊 知青办的丸主任倒是找过我 让我给他写一篇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关于你们知青的文章 他有能耐 他能办这事啊 他还跟我提起过 他有个女儿 叫什么 顽平爱什么的 好像是你的同学 是王爱平吧 请进 王队 您好 您这是有什么事吧 我是您女儿以前的同学 我叫李建华 你还记得吗 想你来了 有这个人 你跟我女儿关系还不错是吧 对对对 您记起来了 我听说你这个人挺难缠的 王队 以前的事 还请您多原 没什么 没什么 你不是在农村插队吗 是 我这回回来 不是想请您给帮个忙 我想办一个回城的手续 想办回城手续 您这些资料 都准备齐绝了 齐啊 您看我姐姐 远嫁了在外 我爸爸又病重 我妈妈身体还都好 行了 行了 你说 你说你爸爸在医院里边病重 医院证明有没有 街道的意见有没有 还有 你们公社里边的推荐信有没有 拿来 还有这么多手续啊 这些手续不但需要 而且必须得过硬 比如说 你说你爸在医院里边病重了 那得是瘫痪在床 病危通知 拿来 不不不 我爸还病得没有这么严重 行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小伙子 把这些东西都弄齐了 你再过来 手续必须得完善 老师 不是想请您给帮个忙 我知道 我这也挺忙的 咱别在这耽误时间 好吗 请回 好 您主任 莫书说要喝酒 来 用票这一口 好 行 行 到时候好表现 王主任 小刘来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 请你 请你 来 来 来 您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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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来了 好 您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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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任 您 您看这套邮票 我 我帮您找了好长时间了 太好了 太稀罕了 没想到你舅舅 还有全摩山河一片红呢 其实我也不太懂 你坐 见我 来来来 学口来了 你到那个四大碗里边去看 你就是没有大清容的票 这些新疆毒发送来的 可甜了 来 快尝尝 怎么样 自己来 谢谢你 建华 你在农场还好吧 该回来了吧 你看你都晒黑了 肯定吃了不少苦 下农场嘛 就是要吃苦 那也不能苦一辈子啊 不过没事 我让我爸给你办回程手续 你可不能瞎许愿啊 这回程得符合政策 符不符合政策 还不说你出了碎 竟瞎说这孩子 爸 求你啊 你帮帮他吧 明白你的意思 哪有那么容易啊 想帮回程手续 那还得符合条件不是吗 好 剑滑 剑滑 停 别拎着了 啊 我 建华 你别着急 回城手续 我保证给你搬出来 你拿什么保证 拿你 拿我 拿你 拿我 只要你答应做我丈夫 我就可以让我爸帮你 这不是 我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不就行了 就算一厢情愿行吗 不是 主要你 也只要你配合我就行了 配合你 对 配合我 怎么了 小红 怎么了 腿疼 这儿 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了 你这是缺钙 营养不够 得想办法补补 爸 你必须把建华的回城手续给办了 凭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他 你不是跟他分手了吗 是啊 我是跟他分手了呀 可是如果今天看见他 我这个心 砰砰直跳 我就想赖着他 就想抱着他 这孩子怎么就 没胸没臊子呢 你告诉我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他忠厚 老实 可靠 对我好 对我好 可爱 反正一气都好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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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回家 好 快点 回家了 回家了 走 走 回家了 走 走 走 谁呀 这是农场的知青吧 还是个女知青哪 孩子 大娘好 好 大娘好 好 有事啊 大娘 您家这鸡不错 即使不错 我们家那鸡蛋也不错 大娘 对不起 你 你干吗要偷鸡蛋呢 是这样的 大娘 我们这些年里有个女知青 她现在身体特别不好 我就想给她弄点个鸡蛋 让她补一补 我看是你嘴残了想吃鸡蛋吧 不是的 大娘 真的 我们那个女知青病得特别严重 身体很虚弱 她要是再不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她就会没命的 真的 真的 我没骗你 大娘 那要是这样了 你就直接跟大娘说不就得了吗 你们这些小子青离开父母 来到咱那崇山沟 你遭了多大罪 受了多大委屈 以后啊 需要啥 直接跟大娘说 大娘一块给你 大娘 那 拿着吧 快 快拿回去救命去 来 不行 大娘 我不能要 你怎么不能要啊 这是救命的事 快拿着 快 快 来 来 来 这样吧 大娘 这个鸡蛋我不能白要 就当是我用这粮票 跟您换的鸡蛋 换什么换的 您这是救命的 别说这俩鸡蛋了 就这只鸡给你 大娘有愿意 快收起来吧 粮票 你收起来 鸡蛋 大娘送你了 大娘 谢谢大娘 快去吧 去吧 谢谢大娘 谢谢大娘 跟你说啊 只要你需要 咱们家的鸡饭的蛋呢 大娘都给你送过去 快去吧 你看 这是什么 鸡蛋 哪儿来的 一个老乡家的大娘送给我的 一开始啊 我还想去悄悄地偷俩鸡蛋 结果被她给发现了 然后我就把你的事跟她说了 她就把鸡蛋送给我了 大娘人真好 是啊 大娘还说了 等她家的鸡再下蛋了 给咱送过来 来 给我 我给你做荷包蛋 给你补补 等着 爸 爸 来了 正好 方主任 你这个手续批下来了 谢谢爸 真的批下来了 安平 谢谢你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 好 是的 没问题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玩花势里一点淡情寂寞 一如逐渐悠然不难看 花开花朵飘零浪花期 只待无论花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无论花期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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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